2021年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 我仅代表台湾民主自治同盟 向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和指引台盟前进方向的中国共产党 致以崇高的敬意和热烈的祝贺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从建党的开天辟地 到新中国成立的改天换地 再到改革开放的翻天覆地 一直到迎来了新时代的惊天动地 在百年奋斗历程中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 书写了气势辉煌的历史画卷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 台盟成立74年来始终与中国共产党 团结合作 风雨同舟 特别是中共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 引领国家各项事业 取得历史性成就 更加凸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进一步坚定台盟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自觉 回望来时路 我们深切地体会到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 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伟大创造 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 具有显著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 坚持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 是台盟发展历程中形成的最基本最重要的经验 是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的历盟之本发展之机 作为由居住在祖国大陆的台湾省人士组成的参政党 台盟成立74年来 始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持续为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奔走呼号 献祭出力 回望来时路 我们深知职责使命 更深深的感动于 中国共产党始终心系台湾同胞 始终满怀最真挚 最深沉的情感 尽最大的诚意 最大的努力 关爱台湾同胞的切身利益 为两岸全体中国人谋幸福 让两岸全体中国人 共享民族复兴荣耀 东风浩荡 大道同行 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新征程 胜利开启 台盟将更加紧密团结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中共中央周围 进一步提高政治判断力 政治领悟力 政治执行力 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 以党为师 不断提高参政履职水平 切实发挥自身特色优势 为推动多党合作事业的发展 为夺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新胜利 实现祖国完全统一 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而不懈奋斗